女人用力挣扎 终于摆脱了邻居 她想要赶快回家 可邻居又扑了上来 她在挣扎中后退 纠缠中用力过猛 邻居从楼梯上摔落 这一幕刚好被快递小哥看到 很快邻居被送上救护车 她老婆就来心事问罪 周围的人指着点点 围观者络绎不绝 可女人并没有说谎 可是她抓我说不为 此言一出 却引来一阵冷嘲热讽 拜托 她眼睛又不是瞎了 怎么会去摸你啊 你们看她多恶心啊 我老公怎么会看上这种死胖子啊 女人名叫小娟 因为肥胖 生活中总是受到各种歧视 就连待在家里 也会遭到无望之灾 29岁的她 就过上了中年生活 除了给妈妈开的补习班 当主犯阿姨 剩下的就是睡觉 看着孩子们给她的生日贺卡 她沉思良久 因为与小朋友玩闹 小娟被母亲训斥 可面对小娟精心准备的菜单 母亲却言辞拒绝 面对母亲的嘲讽与训斥 小娟更关心的是 母亲晚上可不可以回家吃饭 她希望自己30岁的生日 母亲能在 母亲满嘴答应 回到家她精心准备一桌菜肴 可等到晚上9点 没等到妈妈的陪伴 却收到扎心的提醒 那句越吃越胖 深深刺痛了她的心 就这样期待的生日 变成了公园独隐 她好心帮男生们接球 却惹得他们一顿嘲讽 母亲说给她准备了生日礼物 可她打开以后才发现 竟是一张健身中心宣传单 出门时正好碰见邻居 在他们嘴里 母亲却比自己还要年轻量力 这不禁让小娟更加自卑 来到健身房 老是一顿慷慨激昂的演讲过后 拿出一块脂肪 想给学员们制造危机感 可传到小娟手里 打量一番后 一道美食已经在她心中悄然成型 返回学校 刚好看到母亲在鼓励小朋友 她记不清有多久 没和母亲这么亲密过 回家的公车上 她原本想给老奶奶让走 可狭窄的过道 根本容不下她 小姐坐下吧 无奈的她只能再次坐了下来 回到家 邻居大伯却对她动起了歪心思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好在快递小哥挺身而出 你问她干嘛 就问你老公啊 这位小姐讲的都是真的 我有看到 我可以把她作证 小五 你别害过我问的你 你老公讲的我可是听得一清二楚 还是你要我现在讲给大家听 小娟作为受害者 却连家都不敢回 好在有小哥在 小娟经历的一切 小哥都感同身受 因为几年前她也是个胖子 经常被人称作为水肥猪 好在经过自律 她瘦了下来 小哥见她还在沮丧 便开快递车带她去兜风 小哥送货 小娟就静静地看着她 渐渐的小娟被小哥的乐观向上所感染 脸上也浮现了笑容 二人说说笑笑 甚至还合影拍照 回到家 看着手机里的合照 憧憬着未来的生活 可无意中却发现 小哥不为人知的一幕 因为肥胖 女人在公车上连喘口气都被人嫌弃 可无论她怎么努力 却也逃不过生活的针对 为了瘦下来 她清空冰箱 努力训练 甚至一天都吃不上一顿饭 只能憋着气 喝下那难闻的蔬菜汁 可是一天两天还好 时间久了 她不光脸色惨白 黑眼圈严重 甚至整个人都有些违离不振 为了掩盖自己的脸色 在见心仪对象之前 她特意化了妆 看着满桌的菜肴 小哥不停地夸赞 再给小娟带领结识 她乖巧地就像一只兔子 晚饭结束 看着小哥离去的背影 她不禁有些落寞 可幸运的是 小哥落下了东西 也给了她追出去的理由 可街角的一幕 却真的让她心疼 小哥也是一胖体质 为了控制体重 她只能自己催吐 或许又为了让小娟高兴 她吃了太多 见小娟发现自己 她先是转身回避 然后怯弱地捡起背包 与小娟擦肩而过 从那天开始 小娟仿佛丢了魂 心灵上的缺失 和身体上的不适 让她疲惫不堪 两个孩子开始推访 根本就不把小娟放在眼里 滚出去啊 小baby 小baby死了 放手 母亲纹身赶来 不分青红皂白的 就是一顿呵斥 小娟眼里满是委屈 当房门再次打开 来人已经不是小哥 她愣了半天 才在大伯的呼喊中惊醒 她找到小哥 看他的样子 显然是刚吐完 你怎么在这里 我想跟你聊一聊 还没等小哥说完 一同喝酒的同事 就走了过来 简单的六个字 却盗出了无尽悲伤 她去咨询了手术 想要彻底地改变 摘掉自己的胃 手术台上 她像猪一样任人宰割 看着那些手术器具 她希望手术过后 一切都会变好吧 可如此重大的手术 病房却如此简陋 连个看护都没有 而术后的状态 反而比手术之前 还要糟糕 甚至厚厚的粉底 都盖不住憔悴的脸 更可怕的是 她竟然失去了味觉 这对于一个 想要成为大厨的人来说 简直是灭顶之灾 酒醉之后 她砸了减肥中心 拿起烈酒 她走了进去 在那台世俗的秤上 她看不到任何回报 就只能拿起酒瓶 看着墙上的宣传海报 无力地坐在墙角 等员工上班时 会所已经一片狼藉 警察很快就赶了过来 周围围满了吃瓜群众 母亲也纹身赶来 可看到女儿狼狈的样子 她却满脸疑惑 这些什么事啊 简单的关怀 却让小菌泪流满面 她终于得到了 那期盼已久的关心 一切结束后 小菌也变得释然 她看着路边的小胖子 眼神中满是羡慕 她羡慕的是 小朋友可以做自己 可以无忧无虑 吃自己喜欢吃的美食 而她却为了 所谓的受和美 竟然如此折磨自己 母女回到家 却看到等待已久的小哥 小哥满脸愧疚 而小菌则是 头也不回地关上了门 一时间 小哥有些进退两难 就在她准备离开时 房门再次打开 故事的结尾 两人开车去兜风 脸上的笑容 是那么的幸福和甜美